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很开心和大家一起分享 这一套最新的科普知识立体机关书 就是青林出版社出Kill Street点读版 超好玩互动知识书 今次的系列一套有三本 全本都有成金故事 每一个细节地方都会有音效和故事 所以我儿子就很喜欢 我喜欢这个书 这一套同期所出的小小书虫俱乐部 都是关于科普知识 但有点不同 小小书虫是商语版本 两者这一套和Kiddy Dog 都是用一个情景故事 用故事的形式去带出科普书 不过今次主要和大家说这一套 就好好和大家一起看看 这一套有什么特别 可能是非买不可的 其中一套点读教材 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今次这一套书都是青林出版社的 各位妈妈应该对青林出版的My First Discovery 一定很有型质 因为这个台湾制作的版本 有原装的英文和商语版本 即是中文情景故事 这也是他们做得很出色的部分 My First Discovery 主要是主题性的探讨 每一个主题都会很深入 做一个很精彩的中文情景故事 但今次我们这一套真是超好玩 因为你会看到很多机关企业 而且它的中文情景故事 是更上一层楼 跟大家一起听一下 你会看到整本书 会用情景故事来做一个观念 不像之前我们 只是每一本书 只有一个主题 一样全书朗读的时候 就会有主题曲 Kitty Dog Kitty Dog 其实是一个法国的出版社 其实这个serious的书 Kitty Dog的系列 是讲科普主题 和很多生活的有趣常识 小马和Luca 就是这套书的主角 你会看到传书朗读的意思 就是它每一个场景 会看到隐身的十万个为什麽问题 都会有一个小马和Luca的探险 或者他们今天整个人出去旅行 经过不同的场景 不同的场景会看到的问题 用这个方法去串联整本书的主题 有别于My First Discovery 我和大家一起看一本书的设计 首先有全书点读 刚才是全书朗读的功能 由头播到尾 很长 Luca 却不到中午就起床了 因为她有一个大计划要执行 好 那是他们由早上出门口 这里我们就讲一本书的设计 首先 这一本书会播放这一版的情景故事 其实就是讲到Luca和小马 和整个Family 出了外游 他们坐完游轮 去了很多地方 今次去了博物馆 爸爸妈妈给他们的惊喜 我觉得用这一版更容易和大家介绍 情景故事 会将这一版看到的东西 会由头到尾 可能是运用一家人聊天 在博物馆里走到不同的展区 这样就会讲到出来 比如这里有兵马俑 这里有土耳其的地方 最重要的是 Tuton Carmen 石棺的一个展览 你看看会这样的 小朋友听情景故事 你可以当一个国语的语言输入 听一路听 然后每一个地方都会有很多 细致的音效或者档案 比如这样 这面壁画上的十二只猴子 据说是代表晚上的十二个小时 这面壁画描绘的是法老王的阴间之旅 还有 因为这个法老王的棺材 这个石棺 其实在第二本里面 都曾经都讲过 为什么法老王要建金字塔呢 其实每一本书里面都会有互相的关联 不过这一本就特别精彩了 石棺上雕刻着女神像守护法老王 这里是一个守护的女神 你会看到 石棺上的雕刻好漂亮 这个就是Luca 这个就是小马 这是什么雕像 有点像哥哥 那这个是什么 胡郎神阿努比斯 是法老王墓穴的守护者 守护者 你看到这里 墓穴中有许多陪葬品 整个场景的感觉 跟小朋友开始看的时候 就可以播一播音乐 你猜一下这里是哪里 这些音乐你有没有听过呢 这个石棺的盖子下面有什么 有什么呢 原来呢 原来呢 我们 如果你看到 My First Discovery那本 你会知道 石棺 然后再打开里面的盖 盖打开呢 打开之后 还有第二个棺材 有第二个 金吧 金吧 第三个棺材 是纯极打造 整个都是金的 好像模仿我们揭开它的声音 图坦卡门去世时非常年轻 还不到二十岁 有一个模仿在里面 所以你会看到 它的故事 或者它每一个机关 每一个点的地方 都会有得 有趣的小秘密 你看 模仿 你会看到 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你可以不明白 为什么会这样加在一起 其实就是用情境故事 告诉他们 整家人去了博物馆 最搞笑在这里 大家一起看这个 现在去了博物馆 去到博物馆 小马 给我吃一根薯条 你看 這張薯條換你一個雞塊 不公平 今天晚上就要雞腿回好了 你們還想去哪裡走走嗎 剛才博物館裡面好像有個服裝展 我想去看 我剛才有看到 服裝瘦皮耶 超酷的 那就趕快吃完去看看吧 就是這個啦 就是這套 哇 是熊皮耶 底下有介紹 這是要人聞風喪膽的戰士 巴薩卡 看起來真的很嚇人 感覺和熊一樣兇喔 巴薩卡 小馬來看 這套是古羅馬時代的衣服 我知道 之前搬上演畫具的時候做過 用兩塊布就可以縫成這種連身裙喔 裡面穿什麼呢 看起來真是優雅 每個小朋友都會問裡面穿什麼 日文武士的龜甲看起來超帥 是嗎 我覺得好重 穿上可能會走不動吧 看看裡面是什麼 我們試試點一下這裡 不能再拖了 你看 我身上的鎧匠很重 超過30公斤 原來有30公斤 那他就會在情景故事裡沒有說到的地方 他就會一直補充 你看 短和服上衣和細衣帶 就剩下這個了 短和服上衣 然後呢 寬鬆的短襯褲 打仗的時候方便移動 抬腿不會被卡住 裡面還有一層喔 不能再拖了 最好笑是連 不能再拖了 你看他的樣子很搞笑 這套書就是滿滿的幽默 然後其實又不失對於真實的情景 真實的每一個場景的探討 都是很仔細的 大家看看這裡 他們有一幕說到地下的洞穴 大家一起聽聽 我一起給大家看 看著了 他們要爬下去 聽到地下中雨石的聲音 哇 那底下居然有這麼大的洞穴 然後他們繼續走到這裡探險 你看看多少錢 史前洞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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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爬下去 哇 這裡真壯觀 嗯 會不會有人住在這裡 不會吧 地下洞穴又黑又冷 面神會居住 有的無音 那是誰挖出這麼大的洞呢 終於是 從 層地 融失了石灰岩層 慢慢形成凹洞 隧道和洞穴 啊 有河流耶 裡面有河流耶 裡面有河流耶 你看 這些就是雨水 距聚而長大 有些地下河流 會追溯回去沿頭 會流出洞穴 你看 外面 下雨 在石縫中流進來 那地下也有湖泊嗎 形成河流 有 有的岩石層密度很高 水滲不過去 就會慢慢累積成湖泊 這裏的石頭 長得好奇特喔 尖尖的 像三角錐 而卻 還在斗穴的天花板上 那是中如石 地上也有錐形的岩石 叫做石水 這是雨水溶解的石灰岩形成的 那我真的寫得很好 沒有他親歷奇景的樣子 你看到音樂 音樂 音樂 可以帶小朋友 一起 落到地下 動月探險 那我覺得 少數有書可以做到 這麼真實的效果 而且都不失有趣 如果是一些很悶的書 就這樣 十萬個就是什麼 就問很多這些問題 但他因為用一家人去探險 用一個故事 用一個剛才這樣的 場景故事去連結 我覺得有趣得多了 所以我真的 很欣賞青林出版社 可以做到這一系列的 情景故事 你會看到他很細緻 喜歡寫點點滴滴 然後 小馬 他那個 頭頂的燈 照到 這個就是Luca 有不同的地方 這個版本 大家也記得 它有點讀小卡 其實裡面所有的內容 都會在小卡裡可以聽到 可以從頭到尾 這個就是他們的主題曲 要點一下這個 開頭 開頭 就會聽到主題曲 很快 不如揭一揭這個版 給大家看看吧 Kiddy Dog 你會看到 其實他的故事 一開始就在家裡 看 由芝芝咕咕咚開始 這次我們又出到Kiddy Dog系列 你會看到 內容實在太豐富了 因為他這次是說地下的世界 我們又說多地底 又說到 有喜歡石的地方 其實你看到他的內容實在太豐富了 有很多問題 很多不同的場景 一個場景裡面有很多不同的問題 每個問題裡面 還有很多不同的音效 小朋友會看到的地方 都可以點讀有互動功能 然後用一個小的旅程冒險 把所有東西融為一齊 最後最後最後 每一本都會有一個知識小考驗 有一個遊戲的功能 有十個遊戲 有十個遊戲 把前面的所有曾經說過的 都會再問一次 先看前面的書 我很喜歡這本 連寶寶妹也很喜歡 因為寶寶妹喜歡點不同的音效 我們來點這本書 兩個看到了 我們的身體 因為是說 爺爺和媽媽 你叫他們兩個 他們兩個在家玩 所以要出去 你們兩個 小心不要受傷 因為看到一位 因為看到一位 拿著桌子 然後搖搖搖搖搖 另一位 就是在這裡做仙人獎 兩個老人家 看到我就覺得很害怕 原來這裡 都是講廣門的身體 聽媽媽說什麼 你們果然在這裡 你現在 一起來認識身體的器官 有沒有 十道 心臟 一起來認識身體的器官 算是非常仔細 大家可以看到這裡 他會告訴你 你為什麼會有感覺 那些感受 原來小朋友有時候會看到朋友 打石膏 原來是固定裡面的骨頭 種種裡面有什麼 其實就是爆了微死血管 又有血塊 好 跟他們一起 其實他們就是出發 去旅行 爺爺買完雪糕回來 你看看 點這個就會叮噹 你看到整間屋的透視圖 還好 今天拆了雪糕 不然你便宜 對 就是帶著Luca出去拆石膏 這部很好看 因為我女兒最喜歡點了 你看到家裡有什麼 有人在 在廁所 在看東西 Luca和爸爸在一起 原來我們洗完門 你會看到 外面的污水 我們的水 就會出來了 就是說家裡頂 就是有很多小動物 就是這裡 原來我們家裡有很多水管 你看到這裡 因為地下比較涼爽 這樣 明明 很多人 因為這本書是習慣做的 他就說 為什麼有地下室 做保存室呢 就像他們在家裡一樣 我們打開這間屋 就看到他們聊天 這裡就是地下 下面 這些雨水 可以用來澆花或洗東西 就像他們在家裡一樣 我們打開這間屋 就看到他們聊天 這裡就是地底下 你看看 這些 你看看 全部都點到的 我現在聽著故事 就沒有點給大家看 我們在這裡揭完之後 再揭 看一下 剛才我們就很想知道地下有什麼管 馬路 還有電纜 電線 然後你看到我們家裡供水 是真的乾淨水 然後呢 這些用完 污水 糞便 所有的廢物 在這裡 這裡是正常我們的水喉 乾淨水 這個呢 就是我們 草雨水 下水道 地下水 然後這裡 這個消防喉 和小朋友一起聊一下 馬路客人到底有什麼呢 馬路客人到底有什麼呢 原來呢 最普遍的城市設計 地下下面 都會有很多 還有 還有 超級 仔細 你們就在這裡想能跟著地下有什麼呢 然後地下還有 地鐵 像是中世紀的陶器 很重 花石 全部都可以點的 等一下我給大家看一下 垃圾桶 垃圾桶 看一下 這裡 有時候我們起樓 為何要畫地面 它做什麼呢 原來呢 有些泥土 比如這一層 很遠 下面要深一點 去到石層才有堅固 所以看著來 第一頁 畫了 看 本來是爺爺 爺爺前面 叮叮 爺爺入門 接著呢 我們就是 落到吊車 再去到金屬架 再低一點的部分 再落到去 倒些混凝土 下去 這樣就可以做成地基了 跟大家一起聽一下 購物中心的下面有什麼 原來有很多的停車場 這個小朋友一定很熟悉 一定跟媽媽媽一起轉過 原來有地鐵 不 有地鐵 在下面 原來裡面 你看Luka 轉圈 好大 地鐵 不要亂跑 快過來 他們會有聲音 所以我女兒很鍾情於這本 有不同的人 爸爸怎麼下半了 有些站的聲音 有很多地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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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便人們往返地面 以免走得太累 全世界最深的地鐵站 距離地面有100多公尺 列車進站 請乘客退到黃線後方 很喜歡這個系列 特別是這一本 因為它真的把地底下的世界 透過他們的故事 從家裡 從家裡引伸 去到我們的喉 去到我們的館 去到我們的館 再去到我們的街道 變電箱 天啊 應該修好了 我給她借收你 那些樹根 我會跟她說 樹根 都是要向下面才能 安靜好 整棵樹 可以抵得住 我們的強風 正如我們剛才後面那裡 起樓的時候 我們都要打地基 日養 當然大家有很多 跟小朋友一起看到的地方 我喜歡它不太長 因為Discovery 或者康軒的雜誌 可能會說得很長 很深入 但是它一句 兩句 三句 很簡單 就可以把那個問題答了 跟小朋友 你看看 原來那些地方 是有些路 被請乎 善除 他們做的 我就很快給大家看看 車的引擎下面有什麼 其實這個故事很好 這邊 因為他們去路旅行 我兒子很喜歡這幾個故事 原來我們平常和爸爸媽媽都入油 是不是 原來呢 就是這樣 油 充滿地下的櫃 在這裡 就是 入油 上片櫃 一下 我們今天要去搭郵輪嗎 看看 後天才搭郵輪 這兩天我們到處玩玩 到處玩 你會看到 公路有很多不同的 一層一層 前面有下游站 我停過去檢查一下 很快給大家看 這裡也是很可愛的 他們說他們去旅行 然後去餐廳 餐廳自己有菜園 在哪裡啊 在車頭啊 在車頭啊 有些什麼 是根部的植物 水箱沒水了 加一下應該就沒問題了 好 要不要順便加一下油 他們去到初月 這個真的很精彩 登登 你會看到烏鴉在這裡吃抽忍 抽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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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地下有什麼 蚊蟲呢 原來油鼠呢 就會滑滑滑滑滑滑 那些小吃的菜 原來有很多蚊蟲 原來有很多蚊蟲 原來是他們的家 馬鈴薯 我不要吃紅蘿蔔 猜猜是什麼 猜猜是什麼 原來呢 洋蔥 對 洋蔥 馬鈴薯 櫻桃蘿蔔 日本很流行的 那這個呢 白蘿蔔 洋蔥 茴香 大蒜 你看到這張呢 菜來裡有好幾種蔬菜 都是剛剛才說的 那這個就是呢 採一些窩具和馬鈴薯 回去做沙拉吧 我還想採一些櫻桃蘿蔔 你看看 從他們出去 在菜那裡 在山菜上面 看到有隻蝸牛 於是就說起蝸牛了 其實這本裡面 也有一個位置是說蝸牛的 蝸牛怎樣爬行 為什麼它會走 有沒有腳 你看看 這隻蝸牛大概爬太慢了 來不及跑掉 原來它是癡紅同體的 然後呢 這個眼睛只是很頂的地方 它是沒有耳朵的 應該不是吧 難道 河裡面是空的 他們在餐廳那裡 跟爸爸媽媽說 看到蝸牛 要是就說蝸牛的事情 然後又說很多很多動物的小知識 只能靠肌肉收縮前進 所以動作不快吧 蝸牛好像沒有眼睛 也有說 有啦 在踏出腳的頂端 但是它沒有耳朵 沒有耳朵 好 這裡就是他們在餐廳吃東西 然後就討論一下 嗯 到底 剛才你看見蝸牛 蝸牛沒有骨頭的 不如每個人都說一下 特別好吃 不如每個人都說一下 哪些是沒有骨頭的 這一個高梨菜 很脆又很甜 沒想到盧卡會摘胡蘿蔔 好 我不知道它是胡蘿蔔 剛才高梨菜上 還有一隻蝸牛 蛤 蝸牛 沒有炒在菜裡面吧 小馬說 蝸牛沒有骨頭 好奇怪喔 不奇怪啊 動物本來就有分 脊椎動物和無脊椎動物 你看它這樣好脊椎 這樣就過得到了 蝸牛 蝸牛 都有骨頭 無脊椎動物 就沒有骨頭 要不要猜猜看 哪些動物沒有骨頭 猜錯的人 要吃一塊紅蘿蔔 呃 從小馬先來 呃 呃 呃 蝸蝸 答對了 答對了 蝸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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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會出現音哩 茅蛇 蝸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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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的蝸牛 這是我的X光片 有很多互動元素 找來找去都找不完 大家可以慢慢去探索 我就很快揭替大家 在這裡會說 他們吃飽飽出去散步 又看到什麼呢? 爸爸就提醒他們 石頭下面有時候會有蛇 會冬眠的 不要隨便揭一些石頭 然後你會看到這裡 我們知不知道地下的枯葉會有什麼呢? 會有不同的蟲 比如有石蜈蚣 因為有小動物 還有昆蟲 這個赤馬鹿 其實是另一本有說的 其實馬鹿就是我們經常說的千竹蟲 千竹蟲到底是不是真的有一千隻腳? 他們有說 千竹蟲不一定有一千隻 最多的有七百多隻腳 多虧有他們製造蟲子 森林的土壤 才會變得越來越肥沃 那是我們的蟲青 然後你看到這裡 原來不同的天牛的幼蟲 會在木裏面有這樣的孔 這樣吃是他們的家 你看 那是年輪 很仔細 原來河里這個其實是台灣書 也很普遍 這一個 就會告訴你 原來他們的房子 為何要在河中間 要確保有水 進去 原來他們想儲起食物 讓他水 即是那個小屋子的入口 以及那些糧食 都在裡面 是保護自己的 你看 河里也是一個很普遍的題目 然後是海洋 原來他們說是鑽油台 鑽油台 鑽油台 下面是怎樣呢 因為他們只有去搭郵輪 有豬油館 然後他們去潛水 小馬認識了哥哥 哥哥還在下面找到海底的寶藏 還有最底最底最底 海溝 我想是geography也有 有時人民科學的也有 小朋友說他要嘗試水費潛水 小朋友會不會知道 他這樣是甚麼 可能是snouggling 浮潛snouggling 他會嘗試用人工費潛水 一聽情境故事就會聽到 好 我很快給大家看看 河里遊輪 遊輪這一個 就是他們上了遊輪兩天 然後就會下船 又會有不同的地方 又會有 又跟他們說裡面的車 是會綁好它 怕它會跌 餐廳 然後就要找Luka去哪 BB妹就會按這個 還有Dolphin 很多地方 總之你看到的地方 都會有得點多 可以找一下Luka 你測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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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測住 Luka在哪 他們又會說到地球的中心 因為有不同的地方 又有火山 我經常拍片拍到很久 我們回到這裡 給大家聽一下遊戲的部分 我要拍多一段影片才可以看另外兩本 它還可以跳的 剛才我們問一個揭上去 青蛙和蝙蝠的功 就是這樣 那些答案挺好笑的 就是要安全過馬路 它就要下一題 每樣都有 看一看 沒有古兔 沒有古兔 當然我們的悲哩 這次的影片太長了 我之後再和大家一起看這兩本 我覺得這兩本是比較淺 這本比較深入 可能大一點的小朋友 不過BB妹兩歲幾 都覺得她的音效很好玩 这一本比较多是小朋友日常生活会见到的东西 甚至是一些人与社交媒体 如何与人处事对答 不可以拿别人的东西 如何听爸爸妈妈说 这些是这样的 这一本是专注更多的动物 你看看 变色龙的部分 希望大家也会看我第二条影片 可以和大家分享这一本书 如果大家没时间的话 看完这一本书 也应该略知一二感觉到这一本书的精彩和细致 因为是蝴蝶的life cycle 没错 希望大家也会喜欢我的介绍 如果大家真的看不到第二本 你看到这里 因为它很有趣 有一个地方 会说 小朋友和人有什么不同 然后它会说 不同的国籍 不同的头发 这里 每个人都长得不一样 有人有不同的头发 有人有弯头发 有人有弯头发 有不同的颜色皮肤 鼻子大鼻子小 我很喜欢这一本书的设计 因为好像永远都有新的发现 玩不完 就是这样 你看看 这本刚才又有法老王 这本又有就是说 她的小朋友放出学 去到他们家一起玩旅程 的时候 他们扮演法老王 或者扮演骑士 然后又有不同的书 很希望 可以好好地 和大家介绍这一套书 刚才我不是说 这里 讲得深入的 这个就是简线版 一开始 他们说 要在下面的地底下 看看要维修 每个人都有个对白 好了 下一条片 再和大家一起看这一套书 一套三本的书 多谢大家看我的分享